我们宗教界有我们宗教界的法律 有我们的戒律 我们的戒律本来就是 比我们民间的法律来得更严格 更严格 所以不要去污蔑宗教的神圣性 我们希望能够宗教的完全的奉献 讲奉献 它不是讲占有 希望这一点点的人心的奉献也好 社会公益关怀的奉献也好 能够得到社会大众 或者是我们立法机关的 基本的一个尊重 你如果一旦公开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让所有长官知道 一个现实 一个事实 信徒第一个反应说 那我会变成很不安全 我说怎么不安全法 你把我公开了 你是不是让不法分子 让他更有饥可蹭 更了解我应该向谁来勒索 来甚至绑票 他有安全上的疑虑 其实透明不一定比较好 像我们地球必须要有白天跟黑夜一样 有时候是比较低调隐秘处理 其实是让这个事情比较圆满进行 所以透明化这样一个观念 它未必适合于各式各样的一种管理 结果在4月1号的晚上 我们有一个相亲就打电话跟我借钱 那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跟我借钱 他说因为你有钱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有钱 他说因为 因为他们在写收据的时候 我看到你捐了10万 我现在只要跟你借5万而已 又没有10万 我前几天被一个诈骗集团诈骗了15万 我心里很难过 我到现在还是不能贫富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多花一点的心血 在诈骗集团 那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我都搞不清楚 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乱 就开一个收据就有人要跟我借钱 我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捐款 我的先生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公布 我如果假设要继续做公益 那大概只有离婚一途 这个人心的善良 是台湾最美的风景 我要跟所有与会的各位 要报告一件事 不只是最美的风景 我在想 所有的宗教就是台湾的软实力 它扮演着人心进化的工作 它扮演着外交的工作 它扮演着安定人心的工作